哈囉,Smart投資家是上課囉,今天的主題是大盤位階這麼高,什麼樣的均線型態還會標呢? 所以我們邀請到最會撈標股的文守生老師 妳好,大家好 那文守生老師呢,他有獨創一套就是海撈黃綠紅,糟糕我背不出來 黃綠紅海撈操作模式 沒錯,就是這一套方法呢,他是不管大盤在什麼樣的位階,他都可以靈活運用,然後找到標股 但是這裡面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黃綠紅 那今天就是要請大哥幫我們分享說黃綠紅到底是什麼呢? 嗯,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均線的邏輯 第一種叫SMA簡單就是單純的,都沒有加料的 那就是簡單的移動平衡線 那另外一種叫加權,加權的移動平衡線就是說 我每一天,假如有五天,我每一天的樣本數都給他一個權重 可能有爆量的我權重加一點 有殘紅的我加一點,可是這個就沒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呢,最後演化到整個這個EMA 那EMA他也是算是加權平均的移動平衡線的一種的特例 他的定義非常簡單,我最後的樣本數非常重視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指數遞減的加權移動平衡線的效果之下呢 你就可以發現呢,因為他最近有多加一次 所以他變得很敏銳 第二個呢,他的整個,因為他是連續連續的加種 然後每一天每一天來進行遞減的效果 所以他變得比較平滑 那在整個指數的平滑跟敏銳之下呢 就可以去秀出,或者是呢,當均線在進行整個這一個呢 形成一個趨勢的時候呢,他會比較快、敏銳 而且他比較真實這樣子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看 你可以發現呢,在整個這個 糯米巨洋來看的話 像他這次本來是空頭排列 他要向上反轉,形成多頭排列 你可以發現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的時候,8月10號走附近 他都已經形成黃帶綠帶紅 就是這個季線帶與半線帶連線 長期的趨勢已經形成 可是呢,如果你按照簡單的SMA的話 下面這個是SMA的 SMA他到目前為止,他都還沒有形成趨勢 對不對,所以呢 這樣子的效果 我們用EMA的均線的計算方式來參考的理由 是因為他會比較領先 比較敏銳 而且他的均線看起來比較平滑 比較滑順 好,不會像SMA呢 他因為整個價格的 這個高低點的變動之下呢 他突然有一天 他的價格突然爆量 或爆增 或是長黑或長紅 他那個均線的變化速度就會比較彎曲 所以他比較不平滑 所以不平滑的下午之下 你可以發現 他當趨勢在形成的時候 三條均線決定趨勢 三條均線決定趨勢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這一個我們如果使用EMA 他就領先了 領先形成黃綠有多個排列趨勢了 可是如果用SMA的話呢 這個巨氧呢 這一支呢 到目前為止都還在交叉期 對不對 均線呢 很多有五大特性 一般就有追蹤趨勢 均線可以運行 可以了解運行穩定的特質 可以了解助長性 也可以有支撐跟測試的壓力 還有反轉之後性 這五大特性 對 其中前面三個 追蹤趨勢 運行穩定 助長性 我們就稱為噴出勝利組 這三種特質 你只要找得到這三種特質 對 他這支股票比較會噴 噴出勝利組 對 如果呢 是屬於修正的 這測試支撐跟壓力 就是股價 當K線回到均線的時候 就進行修正 所以均線呢 他這個是比較不好的 特質 因為向下修正 或是反彈的一個壓力 那另外呢 如果你修正過頭 他就會導致趨勢 就會開始長期趨勢反轉 所以修正過頭呢 修正的過頭呢 我們就稱為反轉之後性 噢 所以呢 這兩個是比較不好 而且就是 有那種嚴重性的程度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們在探討股票 要進行一個 這一個呢 投資的時候呢 要先看到均線的五大特性 裡面的三大噴出生力柱 那第一個追蹤趨勢 老師什麼叫追蹤趨勢 事實上呢 他也同時呢 把均線的這個 這個均線數量的應用放在裡面 比如說追蹤趨勢 你可以發現 三條的均線的排列 就可以形成一個趨勢 就好像一隻筷子折不斷 兩隻 兩隻筷子折不... 折得斷 我想說 三隻筷子 很多筷子就會折不斷了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當我們使用三條均線的排列 他當他整個短、中、長 參數短、中、長 短在上面 中在中間 長在下面的時候 這時候就形成多頭趨勢 相對的如果短期的在下面 長期的在上面 中期在中間 這樣就形成空頭排列 那三條均線就可以追蹤趨勢 只是說你的參數是要選什麼 如果說老師我要做短線的趨勢 那我就用五日線、十日線、二十日線 這樣三條均線的參數組合也可以形成一個趨勢 只是這個趨勢 因為你的參數是短 所以那叫短趨勢 那如果是長趨勢呢 當然我們就使用60天 120、240 也就是季線、半年線、年線 當季線大於半年線、大於年線 當一支股票的均線、三條均線 形成趨勢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長期的趨勢是在噴出 那噴出的過程當中 它就會停上新高 這時候我們再去尋找短期的邏輯之下 就可以去透過避開整理的噴出 對不對 那另外呢 運行穩定的邏輯就是 它可以拿來當做買進點 它指的運行穩定 穩定就好像你在走路 你走路的時候 如果你像裹小腳的小姐這樣走路的話 它會是交叉交叉 那是不是走不遠 可是如果你兩腳開一開 運行穩定 它是不是大步大步走 大步大步走 兩隻腳就好像兩條均線一樣 不過它們都不交叉一直往 這樣一直走一直走 它是會走比較遠 所以運行穩定講的是比較屬於 如果我們按照追蹤趨勢講的是長期的話 那運行穩定講的就是中期 所以我們可以拿比較屬於 中期的這個指標 比如說月線跟這個季線 那這兩個指標 接近於短期跟中期的一個邏輯之下 去找出20日線跟季線它們的交叉運行的穩定 那另外助長性講的是一條均線 或兩條均線的敏感帶 比如說一條均線的助長性 助長性講的是什麼 短期的助長 所以助長性比較偏重短期 那短期的助長裡面呢 我們可以使用一條 比如說我們使用五日線 當五日線一直在上彎的時候 當五日線一直在上彎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在助長 對 那如果是兩條均線要怎麼用呢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 SMA跟EMA嗎 對 那SMA它是不是基礎的 原始的 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枝算方法 可是我的EMA有敏銳性 對 那我把這兩條均線呢 的離差值相同的參數 比如說二十天月線 我二十天的EMA去剪掉 二十天的SMA 它就產生了那個敏銳性的插耳 那那個插耳我們就稱為敏感帶 當它呈現敏感的時候表示呢 整個這個EMA走比較快對不對 那這樣子它就產生了一個助長的一個行為 所以你也可以用兩條均線的敏感的插耳 我們就把它稱為敏感帶 然後去發現它的助長性 我們EMA 這裡有沒有看到EMA-SMA 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先把參數設為二十 就是月線的敏感帶 對不對 那當月線的二十的EMA 大於二十的SMA的時候 它是比較容易產生這個噴出的行為 對不對 那我們舉個例子給你看 你就可以發現呢 整個這一個呢 敏感帶的一個助長的特性 有沒有看到當它變 如果是變紅柱 黑柱就是EMA帶SMA 如果黑柱就是EMA小SMA 所以當整個轉紅柱的時候 它是比較容易敏感上漲助長的 有沒有看到 好你可以發現在整個黃利用柱柱排列之下 當一支股票出現了這一個呢 敏感帶變敏感的時候 它就產生助長的行為 當然如果你用二十天 它如果是呈現上彎的 單條均線也可以對不對 那像這一支呢 你就可以發現 我們使用的這一支股票裡面 這一支案例裡面可以發現黃帶綠帶紅 所以它的股價就會平創新高 你可以發現呢 整個這個邏輯呢 我們在這一本書裡面 充分講到均線的運用 除了整個一條兩條三條 還有彼此之間的這個交叉的行為之下 你就可以發現像這一支翔獸 你可以發現這個黃勇多頭排列對不對 多頭排列呢 它第一個它比較明華跟敏銳 平華跟敏銳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這一個在長期的趨勢 因為這個黃勇是60半年線跟 近線半年線跟年線嘛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股價是平創新高 有沒有看到平創新高 那這種平創新高的標的呢 當然對你在做短線就非常幫助 我們可以再加敏感帶 敏感帶變敏感的時候 它是比較容易上漲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像這種股票呢 你只要充分了解到整個這個呢 均線的特性 所以我們任何學東西 我們都一定要看到均線的特性 你只要了解噴出的三大特性裡面 在三條運用追蹤趨勢 兩條運用黃金交叉運行 就是黃交叉使用交叉 它可以變成一個什麼買進的訊號 那另外助長性當然就 我們非常推薦就是用敏感帶 因為它是很少人在用 是老師比較獨創的一個概念 就是EMA-SMA 那因為我們從邏輯 從裡面的定義去發展出這個敏感帶 就可以表彰這支股票 目前短期是在助長的 那如果你用長期的參數帶 長期在助長對不對 好 所以剛剛老師講有幾個重點喔 比如說像包含了就是 你要找到這個位階 就是應該說不管大團在什麼位階 如果你要找到標股的話 你想要做比較長期的波段的話 你可以就是找 季線在最上面 然後半年線再來是年線 也就是老師所說的 口中說的黃綠紅多頭排例 也就是三條均線的運用 追蹤趨勢對不對 那趨勢就形成 那如果你是要做短期的話 你也可以參考五日線 十日線跟二十日線 所以我如果把這兩個趨勢 五、十、二十 它是不是短趨勢 對 那這個季線 季線半年線 是不是長趨勢 我兩個把它合起來 也可以一起用 叫做主圖雙趨勢 主圖雙趨勢 所有的軍線都全部噴出 那這樣子 這樣軍線就是非常滑順的滑出去 像彩虹狀飛翔 對不對 叫雙趨勢 長期保護 短期又有機會 短期又在噴出 所以其實趨勢 當追蹤趨勢形成的時候 事實上在噴出 你看這個祥碩的畫面 你可以發現在這裡 黃綠紅多頭排列 感覺好像不是在噴出 因為它是長期的方向 如果你再加入整個長期的概念 短期的概念雙趨勢 我們把五、十、二十把它加進去 你就可以發現呢 當整個長趨勢也形成多頭排列的趨勢 短期也形成 長期也形成多排趨勢 像這個就形成主獨上趨勢 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應用這個黃金交叉 兩綠金黃交叉 再加敏感帶這邊 下去助長 它就產生噴出的行為 所以我們這邊呢 因為短期的趨勢 它形成趨勢有時候會糾結 所以老師又有寫一個指標 如果你看到下面有紫色的框框 它那個就是主獨上趨勢 所以這樣子我就可以輕易判斷 在這一段裡面 這一段的邏輯是告訴你說 這一段短期形成趨勢在噴出 長期也在趨勢噴出 所以長短 短中長期全面在噴出 那這股票當然就是一直往上噴出 對不對 所以大盤這麼高 什麼樣的均線型態智慧標呢 就是找到黃綠紅多頭排列的個股 那今天均線型態就講到這邊囉 投資教室下課囉 謝謝老師 掰掰 掰掰 再拍一次 我們下課了 一、二、二、三、二、三、五、六,六 一、二、二、三、四、四、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